身穿黑衣 臉帽外套 雙手靠上手靠的男子 就是去年震驚全臺社會 臺版柬埔寨案竹賢 綽號藍道的杜姓男子 一度囚禁六十一人 還有三人被虐死 但他案底一次彈開三十一罪事 變本加厲 越做越大 前立委黃國昌臉書 起底藍道背景 怒批藍道 邊異服勞動 邊指揮詐騙集團 犯下三十一個假中詐欺罪 卻一天牢都沒有做過 既有制度產出極度輕縱結果 也讓藍道變本加厲 成為臺版柬埔寨案首腦 一點都不讓人意外 原來藍道曾在二零二零年 擔任車手詐騙是二人 犯下參與犯罪組織罪 洗錢罪和加重詐欺等罪 不過最後卻因為法律 想像進和一個行為犯下多罪刑 最後選擇一個比較重的罪來判 和閒可敏數減刑 加上訴罪並罰 縮減真正的執行刑 而不是宣告刑 因此最後只被判十個月徒刑 還可以一輔勞動 接著同年十月 他又再度犯案詐騙十九位被害人 總宣告刑有二十一年兩個月 最後卻只被判兩年緩刑三年 這麼年輕 然後他得到的犯罪所得也不高 那就要讓他入監服刑 好像進到監獄這個大欄杆更不好 那另外一個還有的可能就是 是不是這個詐騙集團 有跟被害人搭乘和解 考量嫌犯年紀輕就輕判 不過犯案被逮 侵犯後還是繼續犯案 從犯罪集團小小收水成員 現在搖身已變成了集團首腦 讓外界質疑司法制度 給了他們機會悔改 但究竟這些嫌犯得到什麼教訓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緩結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誓言